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3月28日星期四 用一杯英斗咖啡开启美好的一天 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沙巴九旱成灾,不仅多区面对水工不足 森林也因天气干燥引发灵火 截至今年3月26日 沙巴已经有9392.23英亩面积的森林及地区被烧毁 沙巴消整局总监阿都拉萨穆达周三表示 消整局截至26日 共接获1392宗灵火通报 平均每天就有332.39英亩的森林 圆秋及灌木丛被烧毁 他在沙巴州行政中心出席沙巴州政府 移交防火设备及赞助金与沙巴消整局一事后 向记者表示 古打毛绿,刮拉斑油,豆亚兰及亚币是公开焚烧最严重的县区 个别有过千英亩范围被焚烧 阿都拉萨说,消整局也接获保佛一次出现泥炭地火灾的通报 但会先专注扑灭加油马当的火灾 之后才动员到保佛扑灭泥炭地火灾 他指出,目前沙巴消整局的1088名消整员已被冻结假期 加上州内也有48队逾1200名志愿消整员 相信足以应付沙巴州内灵火的情况 此外,受到灵火波及 坐落达里布的加油马当拉基掩埋场 自上周日起火狂烧 截至周三烧毁面积达8.55英亩 这场大火涉及囤放大量废弃轮胎的区域 造成火势难以彻底铺锡 消整队,志愿警卫局等单位联合增援 出动于30人轮流于火魔搏斗 灭火队目前采用化学泡沫和泥沙 设法把火石铺锡,为当局预计最快在后天 周五才能完全控制火石 另一方面,沙巴州政府宣布拨款750万令吉 为正在闹水荒的12个县供水 沙巴首席部长拿都哈芝芝披露 受影响的12个县有多达355座杆榜和58,080人 及需要水供 哈芝芝保市,州政府会与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合作 水务局也会与受影响县区的灾难行动指挥中心发放供水 他说,从2月起的干旱气候导致州内多个集水区的绿水厂 因水源濒临干涸而受影响 若旱季持续,可能会有更多地区受影响 哈芝芝指出,大马气象局已建议从3月28日至30日 在受影响地区进行人工降雨 相关费用则由国家天灾管理机构承担 依然是气候干旱相关新闻 沙巴电力有限公司指出 持续高温导致沙巴及纳米两地用电量节节攀升 沙电需实行分区制电措施 确保电网的稳定 沙电指出,金马力独立发电厂其中一个发电机组意外损坏 造成沙巴电网系统损失95兆瓦 同样也是迫使沙电落实分区制电的原因之一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